大家好,今天是3月17日,星期二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 安省县首例死亡,新增确诊大幅下降 3月17日,安省卫生部刚刚确认 在本省马斯科卡地区已有一名患者死亡 该患者之前被确诊为患有新型冠状肺炎 地区卫生部门发言人证实,死者为一名77岁男子 他曾经与一名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 随后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验尸官还在调查死者的具体死因 根据安省官网最新数据 截至3月17日上午10点30分 安省累计确诊为185例 在过去一天内仅增加9例确诊 与过去几天内每天30多例新增确诊相比 新增确诊数字大大下降 据悉,截至3月17日12点 加拿大累计确诊452例,死亡5例 安省省长福特宣布,安省进入紧急状态 3月17日早间,安省省长福特宣布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与扩散 安省进入紧急状态 该决定立即生效直到3月31日 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 安省将颁布以下措施 1.禁止超过50人的聚会,包括宗教聚会 2.提供室内娱乐节目的场所都将关闭 包括剧院、电影院和音乐会场所 3.除提供外卖和外送选项的酒吧和餐厅之外 所有的酒吧和餐厅均被要求关闭 4.关闭所有公共图书馆 5.关闭所有私立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 此外,福特声明,本省的基本服务并不受影响 购物中心和超市依旧开放 特鲁多表示,政府将提供财政支持 考虑延后报税截止日 据CBC报道,特鲁多政府正在制定财政计划 来帮助加拿大数百万的居民和企业度过疫情危机 并且很有可能会延长报税期限 特鲁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将迅速采取行动 制定包括就业保险支持 和对不符合就业保险资格的人的直接收入支持 特鲁多表示说 我们将向数百万加拿大人提供收入支持 确保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度过这场危机 特鲁多说,可能会临时召开会议 以通过财政支持所需的法律 例如改变就业保险 他还说,政府正在研究是否有必要援引紧急措施法 周二上午,特鲁多向加拿大人发表全国讲话 特鲁多首先表示 安省今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是为了控制疫情,保护大家的安全 他也表示加拿大国家公园即将关闭 随后,特鲁多进一步解释最新的封关决定 表示这是为了保护所有加拿大人 同时,正在等待和设法返回加拿大的人士 将得到政府的资助 特鲁多提醒加拿大人 每个人对遏制病毒的传播都有责任 呼吁公众采取社会疏远措施 避免去50人以上的公共场合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家工作 特鲁多表示,在当前非常时期 加拿大的护士们需要帮助 弱势人群需要帮助 请所有人留在家中,照顾好家人 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出门 当问到这些特殊政策会持续多久时 特鲁多承认说 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有可能是几周,也有可能是几个月 美中先后宣布疫苗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美德争抢疫苗企业 3月16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 美国研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当天开始进行第一阶段临床实验 首组志愿者已接受试验型疫苗注射 据悉,这种疫苗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与莫德纳公司合作研发 得到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 临床实验在位于西雅图的卫生研究所进行 45名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将参与实验 据介绍,志愿者在完成两次的疫苗注射后 将接受为期一年的观察 而在一天后,3月17日 中国央视新闻发表消息称 3月16日20时18分 由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或批启动临床实验 据陈薇院士介绍,按照国际的规范,国内的法规,疫苗已经做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 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和德国政府为了争夺一家德国疫苗企业发生争执 消息说,德国政府消息人士周日对路透社说 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得到德国一家医药公司正在研发的一款疫苗 德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资金 以吸引该医药公司去美国 德国政府则出手吸引该公司留下来 德国卫生部发言人称 德国政府对确保在德国和欧洲也能开发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非常感兴趣 德国政府正在与该医药公司进行深入交流 德国周日世界报引述德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 特朗普正试图将这些科学家的工作变成美国独有 并且将采取任何措施来为美国取得疫苗 但疫苗的用途将只为美国 而针对这篇报道,美国驻德国大使在推特上回应称 周日世界报的报道是错误的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事件被严重夸大了 我们将继续与任何声称能够提供帮助的公司进行交谈 而且找到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将与全世界分享 加拿大是暖心 把早间第一个小时的购物时间留给老人 随着新冠疫情在加拿大的蔓延 最危险的便是加拿大的老年人 根据加拿大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加拿大老年人大约590万人 占总人口比例的16.9% 虽然政府已经呼吁老人尽量待在家中 可是很多老人还是需要出门购买生活用品 而且他们也不像年轻人能够那么熟练地使用各种在线服务平台 为了保护更多的加拿大老人 以及保障他们日常的生活能够正常进行 加拿大的一些超市商场宣布 在刚开门后的第一个小时 只接待老人或者是需要关怀的特殊人士 例如遍布加拿大的Shoppers 日前就发表声明称 从本周期Shoppers每天开始营业的第一个小时 将只为需要协助和特别关照的人服务 包括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为此Shoppers特别提醒大家 请确认本地分店的营业时间 BC省和温尼博也有一些商超宣布 在早间刚开业的一段时间内 只接待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因为刚开门的时候 商场是刚刚清洁过和消毒过 这样的购物环境 对于最有风险的老人来说是更加安全的 此外 加拿大政府也呼吁大家不要过度囤货 在疫情期间保持理性 保护自己 也多为弱势群体着想 魁省宣布 因疫情失业者每周可领取补助573家元 根据CBC报道 魁北克省政府将向在家隔离没有收入者 以及因新型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而失去工作的人 每周提供573家元的补助 魁省劳工部长布勒特表示 政府不希望人们因为经济压力 而不能完成自我隔离等必要措施 布勒特表示 申请资金的表格将在本周四提供 整个申请大约需要48个小时来处理 这笔钱将直接存入收款人的账户 目前 魁北克省计划这笔钱将发放2到4个星期 同时 魁省劳工部长说 他周一早些时候与总理特鲁多进行了交谈 并期望联邦政府宣布一项类似计划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